早晨,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有海基政券,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比比,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留意着债息和香港银行同意刷息 会否进一步回落 对整体的流动性一定要看得确 是的,今天是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 以后我们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 比比也上来和我们主持节目 比比的粉丝就留意着 一会儿比比刚才也说过 分析责息对港股的影响 也会谈谈新世界和汇控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要向下,导致一度跌卦500点 美国职位空缺的数据大幅高过市场的预期 加上有联储局官员继续发表鹰派的言论 美国长债的息率升到16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美股下跌,导致低开114点之后 最多跌517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430点 收报33002点 是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标指收市跌58点,收报4229点,跌1.3% 纳指收市跌248点,跌1.8% 收报13059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收市跌超过2% 欧洲股市全线下跌 德国股市和法国股市跌幅超过1% 招点美股,Google和Meta都跌超过1% Tesla跌过2%,Amazon跌3% Netflix据报计划提高用户月费 刺激股价一度抽升3% 不过收市要转跌 接合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是各别发展的 网易和美团比本港收市高的 腾讯ADR失手300元,折合297.79 北道比本港收市低过2%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折合61.59 另外比亚迪、港交所、建行 ADR折合亦都仍被本港收市的准备 大家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根在约与茴股营、溯松 extrem 2.5% 川普 entrar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跌20点左右 稍后对原本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先和比比谈谈外围市况 现在看到的情况有不少忧虑 隔晚美债持续上升 是其中一个胎内美股的原因 另外我们先看看数据方面 第一个就是就业数据 看到最新出来大幅高于市场预期 隔晚8月份的JOS职位空缺 就增加到996万1千份 市场原本预期是880万份左右 即是看到最新的数据 就大幅高于市场预期 以及比7月的数据 7月的数据都是882万份左右 亦都是大幅高于7月份的数据 反映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 强劲的数据就带动10年期债息 一度再抽高13个基点 其实10年期债息就去到4.8厘以上 30年期债息亦是4.9厘 美汇指数已经向上了 107厘以上 以及多个联储局官员 就继续发表相对英的言论 先看看 阿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博斯蒂克 就说到 联储局在额通胀方面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采取减息的行动 希望美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能够保持利率稳定 另外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 梅斯特就说到 通胀仍然有常行风险 美国经济如果稳健 会支持11月再加息 留意这两个相对英牌言论的发表者 他们今年都在息口会议中是没有投票权的 不过刚才说到 数据带动债息上升 美股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譬如道指和标指 跌至今年5月以来的水平 道指由7月的高位已经回落了7% 现在在美国债息抽升 以及看到油价持续高企的背景之下 你觉得美股有没有机会出现 大家所恐惧的10月股灾 很难答没有机会的 大家经常都会这样问 特别是10月份很敏感 但回看过去的数据 除了某一两年两三年 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回落 整体上有10月份 包括港股美股都不是真的那么差 但我自己觉得 暂时来说美股仍然是一个 简单来说是一个调整模式 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记得 其实之前来计 我们对美股去到4200点 这个标普百指数 已经有少少审实 我不敢看探它 因为美股仍然是强的 但你接着去到4500 4600点 其实 事由来看 有些overdone 将软着陆的情况 想得太理所当然 所以升到无谱 当时 怎样计算4200点出来的呢 因为市场预期 今年美股 标普百指数 成份股的每股盈利 大概是220元左右 所以如果 股价是在做4200-4300 你的预测市盈率 其实是差不多20倍 大家都知道 20倍市盈率肯定不是便宜了 所以我当时就说 可能大概标普百指数 在3200-4200 上上落落为主 但你再去到4400 其实真的有些 升得过浓了 随着现在 大家担心 第一就是似乎 务动市场都比较强劲 第二 联储局由上次意识 它的点阵图告诉你 第一 今年可能加到一次 第二 下年大家原本预期减4次 现在是减2次 重要的 乐观的就是 下半年 每一季减1次 可以是下年11月12月减2次的 其实都是符合你的点阵图 所以整件事不同了 你看到国债息 就升得比较夸张了 去到4厘8的水平的话 很简单 就是你本身已经贵了 当债息向上的话 自然对股市来说 是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 包括一些我们说的科技股 所以也看到有些回头出现 暂时来说 我就这么说 就算你说跌了很多 还是在做4229 还是高过我之前所说的顶位 我都不敢说是大调整 只是到现在为止 是个高抬 有个震动 我自己觉得 如果用三至六个月 对美股仍然是乐观的 当我们看到 加息路线图 真的叫做稳定下来了 还有原谋意外 第三季的企业规矩 应该比第二季 所以当东西陈开落定的话 其实美股不应该停的禁谈 当然突然间 有些意外出现 不能说了 所以我们暂时觉得 可能未来一两个月 都是一个消化之前 太夸张的升幅 跟着其实 可能对这些比较进出 是一个买货的机会 对 你刚才说了两个key point 第一个就是一个高抬震动 你认为未必是一个 趋势上的改变 第二三至六个月 你都会继续看好 是 你的判断是说 在现水平上横行 还是有一个回调之后 都能够因为它市底这么强的背景之下 能够抽升化 其实 我觉得落多一点 其实是绝对有机会的 现在还是高的 但是刚才提过几件事 如果譬如举个例子 就是11月 告诉你不再加息 那大家少了一个的忧虑 那到时债息可能会回落 第二可能就是见到 企业盈利比预期为好 这样的话 那条数据就算到了 因为第一 债息回落对于股值 是会有一个帮助在这里 第二 如果利润是增加 也都对于p ratio有帮助 那到时 如果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话 现在我说4200点有点贵 到时可能就不算这么贵 所以非常fundamentally去看的话 暂时都 当然很难说 跌到4164还是4064 我就没那么厉害的 但是我想短期来说 上上落落 除了债息之外 都要留意就是 国会 就是麦卡锡被轰落台的话 未来就是美国大选了 那政治的变化 似乎现在不单只是 民主党和共和党 是共和党本身都内乱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政局又不明朗 就是大家之前觉得 哎呀 很担心政府停摆 10月1号 好了 搞定了 谁知道原来搞定了得来 你以为麦卡锡胜出一仗 谁知道原来被轰落台 这件事更加恶化了 所以我想第一是 真的太贵了 美股 第二是说债息 第三是说当地议会的一些不明朗因素 那就是一个短期震动的局面了 是的 还有那个中美关系 大家都留意着 最深信钱是怎样 都会左右住美股的走势 据文 我只是看经济部而已 那就是说 现在华府在想着 最终于收紧一些晶片的法案 通知了北京 但是最后怎么发展呢 其实这件事不算是新的 当你华为 是横空出生 哇 七纳米的话 那就是我围堵的措施是无效的 我打算不让你发展的 你发展到 那我当然要加大力度 所以我也是一句了 下年是台湾的选举 下年是美国的选举 可能基于一些错误的判断 是真的对美国部分的市民来说 是可能对内地 是没那么友善 那为了选票 坦白说 什么事都会发生 所以我想不单说未来这几个月 未来这一年 可能中美关系 大家都要留意着 那当然了 短期又不是那么淡的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现在说的11月 可能是习近平领导 和拜登有机会见你嘛 有得见面 好过没得见面 所以现在那个中美关系 是极其不明朗 一方面可能有得见 另一方面 美国经常都是这样的 我和你见 不过下面就要 我和你喝杯 下面就拿刀刺你 这一招 我想就要再有时间 去看看事件如何发展 是的 刚才整体的感觉上 阿比比对美股的前景也是看好的 到底对恒指是否看好呢 稍后就会详细分析 我们看看恒指上天的走势 第四季的第一个交易日 恒指就一度跌500点 再跌至今年的最低水平 昨天低开263点之后 就持续向下 下午最多跌596点 低位建贵17212点 创去年11月29日以来最低 最后跌478点 收报17331点 跌2.7% 科指跌103点 报3817点 国指失手6000点 收市跌199点 报5949点 跌幅超过3% 北水继续暂停 大市全日成交861亿 比上星期五多的 好 那和比比聊聊的那位 恒指哥走势 刚才说到再跌到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指失手6000点 好 其实你周末期间也接受 我们经济报的那个 即是Paper的访问 其实你当日也说到已经是 你觉得上星期五那个是死猫蛋来的 果然昨天就跌了 星期五的升幅了 但是看到在下跌的背景之下 其实成交就比上星期五多了两成的 是 不过如果要唱反调的话 就说看到 虽然经济数据又未必是很理想的 但是RSI看到 其实恒指已经是一个超卖的水平 还有FORWG PE其实只剩下8倍多一点 就是一个历史低运 好 你觉得如果真的继续向下跌到什么水平 才会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很难去比较 我们应该这么说 纯粹技术上 其实我们看到RSI第一是超过质 第二也有些背驰的 我想用大部分的技术指标都告诉大家是超卖 怎会不超卖 由7月31日20361 去到现在没有了3000点 怎么都超卖 所以大家有问题 超卖之下可以再超卖 就算超卖RSI也好 MACD也好 什么什么都好 短期有个反弹 大家问一问自己 基本因素有没有很大的改善 我又觉得好像没有 包括我会分开两部分 夸张点说 内优外患 以前来计算 美股升 港股都不跟着 起码美股升 不会拖累我们 现在连美股都跌了 美股跌的话 已经是外优 内优的就是中国经济 应该15号 就是月中出的数据 会回稳一点 但问题就是近这两个星期 出现了一个政策真空期 之前来计算我说我债它 因为我经常说很公平地 你做得好我赚你 你走不好我打你屁屁的 在说政策方面 又认负不认态 又减了存款准备金率 外币的存款准备金率 等等的措施 其实一次过 楼市、股市、汇市都出招了 印花税 内地 但是近这两星期 没有了 没有东西 那我怎么办呢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 需不需要等到月底 开这个所谓的政治局会议 甚至11月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的具体日子 是未公布的 但是看现在的情况来说 不排除可能11月才开 那会不会当时才有东西公布呢 好了 香港了 我们的促进流动性委员会 都应该开了一些会 月饼也吃了 那还等些什么呢 其实 是不是要等到施政报告呢 如果是的 其实不单止过去那一个多星期 未来两个星期 都是政策真空期 但是我们又见到内房 好像一般的 我在另一个节目 都详细分析过了 9月份 我经常都很坚持一样东西 怎么看内房呢 不是政策有多少 我要看一样东西就是 他能不能卖楼 他不能卖楼 你再借钱给他 那就是玩他而已 等于我去赌场赌钱 输了整个身家 有个大尾孔走过来 不如你快来回本了 我再借多五千给你 我已经输到孔了 还借给我 搞什么呀 最重要是我要赢的 所以 一定要是我买到楼 买到楼了 我有资金回笼了 我可以投地 我可以建楼 你看到我有钱投地建楼了 你就有信心去买楼 不是 我都没有钱 你又看到我持小型车10亿 我又什么什么什么 那哪有信心 所以我很着重买不买到楼 看回九月份的数字 按月是升了两成多些 但按年也跌得比较多的